当明信殿坠落了今年第一场雪之后 王城陀罗的白泽帝君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苍生境里乱成一团的命理线还没整理完毕 下界山河土地之神彻查一事也正在进行中 对离横海的坚守 下界堕落之妖的扫除 事情简直一堆一堆的来 即便有许多不需要他亲身处理 但他毕竟是掌管万神群殿者 不出事 他可以成天的在明信殿里睡懒觉 一出事比谁都忙 在大半个月都没吃饭睡觉的情况下 白泽帝君忍无可忍 一道召集书信将弟子们招来了明信殿 望着魁违了快一个月的明信殿 窒息心中竟然生出一股怀念之情 先生脾气古怪任性 以前也时常放几个月的假 可他从没有哪次像现在这样 希望有一日回归到从前的正规 哪怕无聊枯燥 身后传来长车落地的声音 他一回头 便望见悬椅坐在腾制软椅慢悠悠地飘过来 以免优雅地吐出一粒霉盒 亲切地唤他一声 师姐 这小公主每次见都穿着不同的衣裳 今天穿了一身五彩斑斓的裙子 眉皮皮薄 腰上倒细了一条粗而长的漆黑腰带 越发显得纤细如柳 他一过来 就友好的分了半包糖纸梅给他 真真是个贪嘴的小鬼 纸细好气气好笑 成天不好好吃饭 尽吃这些 悬疑挽着他的胳膊 一起进明星店 娇声道 师姐 先生说有功课要布置 肯定又是叫我们替他跑腿 师姐 等一下 我们一起拒绝吧 纸细笑道 那签字建文录 你写好了没 坏了 他早就彻彻底底 把签字建文录丢在脑后 悬疑一把抱着他的胳膊 好师姐 回头 把你的借给我抄抄 纸细故意给他开玩笑 借你抄可以 那这次的功课 你也替我做了吧 悬疑厚颜无耻地把自己的伤势搬出来 哎呀 师姐 我腿脚不立 踢不得 要不 我再帮师姐 做几罐扣蛋糕好不好 说着 他上下打量止息 眉头一蹴 师姐 你怎么不打扮了 你打扮起来 才好看呢 他讲究什么清水之哑 往往只穿一身素裙 头上又一根碧玉发簪点缀 胭脂水粉一概不见 连镯子耳坠 腰式之类都不用 上次去朱轩玉阳府和青帝宫 他都刻意打扮过 很是惊艳 结果今日一见 又变回清水之哑了 只吸指淡淡一笑 不答 说话间已到了和德殿 殿前来了许多弟子 相隔大半个月不见 都在热热闹闹的说笑 见到芷熙 便纷纷行礼问好 顺便交流一下 签字建文录的事 芷熙正说到心头上 忽闻一个甜蜜柔和的声音笑道 芷熙师姐 有礼了 他顿了一下 神色自然的转身 果然见少姨立在对面 他点头蛋挡 少姨师弟 有礼了 那天在青帝宫大醉一场 他便觉得自己想通了 无论对他还是扶仓 他都是虚幻的迷恋 自顾自把想象 夹住在他们头上 一旦发现真正的他们 跟想象中不同 他就傻了 所以问题并不在他们身上 而是在自己身上 是他自己不够成熟 不够坦诚 总会沉迷自己想象中的身影 既然真正的少姨 是自己最厌恶的类型 果然还是和从前一样 保持距离就好 至于那颗狂跳的心 放着不管 终有一日 也会平静下来 悬疑找了一处阴暗的垫脚 将纸细的剑纹路拆开 胡乱拼凑抄写 这位师姐态度实在认真 先生只要求签字 他写了六签字 签写颈 签写宝物 抄得他头大 方抄了一小半 一个魅惑的低沉声音 骤然在头顶响起 写什么 悬疑抬起头 大半个月不见的浮仓 正立在身侧 低头看他铺在膝上的侧 他又穿回了白衣 一派仙尘薄染 风神俊朗的讨厌模样 大概是见他再抄剑纹路 他目光闪动 面上露出一丝笑来 浮仓师兄 悬疑朝他伸出手 把你的剑纹路 借我看看呗 浮仓实在没想到 大半个月没见 他第一计划 是管自己要功课来抄 他只得将自己的 递给他 看着他下壁如有神 抄得飞快 浮仓的字 清雅方正 对比起来 他的字 龙飞凤舞 简直是一团草书 浮仓看了一会儿 指着默契 含糊不清的地方问 这是什么字 悬疑像看盲一样 瞥他一眼 这个字你都不认识啊 这是 嗯 这是 不好 连他自己都不认识了 他毫不心虚信口开河 这是 楼阁的阁字 浮仓蛋道 前面写的是后裔见识 格子从何来 就这么来的 悬疑一挥手 走开 别烦我 浮仓非但不走 反而蹲下来 指着另一处又问 这是什么字 悬疑皱眉扭头看他 喂 还能不能让我愉快地 抄见完路了 浮仓嫌弃地勾起唇脚 你的字 须得好好练练 悬疑不理他 一面继续龙飞凤舞 一面道 等我像你这么老的时候 写字自然就好看了 老 浮仓正欲将他的车子抓过来 却听何德殿前 传来弟子们的行李声 白泽帝君到了 悬疑偷偷摸摸 缩在最后面 埋头使劲把最后一千字 抄完 白泽帝君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 离横海坠落一室 破坏了神界许多固有秩序 接下来 本座 还要忙上一顿石 无法授课 上回给你们发的册子 记得背 另外 本座 另有功课布置 他指尖一谈 弟子们面前的暗桌上 便出现一张长长的白纸 上面密密麻麻 写了起码五十行的字 粗粗一看 全是什么眼珠 牙齿 手指之类的古怪事物 这样五十样东西 明星殿 十二名弟子 每个弟子 能带回两件 便算完成功课 半年之后 恢复授课 谁没有完成 便将本座 先前发放的册子 抄一遍 弟子们 灯石沸腾了 这无耻的先生 把自己蒙发了天 怒火 转嫁到他们 这些无辜的小辈身上 什么功课 每次都说是功课 每次不是替他 找仪式的物品 就是替他收集 一些古怪的玩意儿 芝西腾了一下 站起来 第一个仗义直言 先生 恕我直言 收集这些东西 根本不能算是功课 古廷也不敢苟头 是啊先生 黎恨海都掉下去了 先生这些古怪嗜好 也收敛些吧 要不是他把防风式尸骨 丢进黎恨海 能出这么大事吗 白泽帝君满面无辜 怎么不是功课了 难不成出来 跟先生学习 就是成天背书 这事业巴黄那么大 你们去过多少地方 将来五万岁 得了神职 去哪里还得问 门座交出来的弟子 可不会是书呆子 应当个个能文能武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才对 狡辩 这是狡辩呢 连太阳都忍不住了 先生 我来这里 也有一万年 从没见您教过什么书法 从头到尾 就是念书背书 什么能文能武 他真敢说 白泽帝君叹了口气 原是想着你们还小 术法拳脚之类的修行 可以到四万岁再做一步之 何况你们家中长辈 都有自己的一套 不必劳烦本座 阅足带袍 即使这样 打带本座忙完这段 自当如你们所愿 他还想再说 却见何德殿外 跑了一个小仙童 气喘吁吁的低声唤他 帝君 华丁右派神官 过来催了 白泽帝君面色发绿 丢下一句 你们记得完成功课 便匆匆离开了明星殿 悬疑终于成功地 把签字建文录抄完 一抬头 却发现先生已经走了 他不收建文录吗 他好不容易抄完的 那边乡弟子们 却不得不去 做这些看上去 一点也不愉快的功课 先生忙得团团转 他们不好意思 在背后说他坏话 只得各自付匪 将白纸上列出的东西 看了数遍 古丁忽然指着 其中一个道 哎 这个婆娼母带花蕊 我倒是可以弄到 另有弟子也道 哎 这九英眼珠 我家就有啊 众弟子先将 自家能找的东西 都画上了膏 剩下那些 一看就是难弄到手的 大家吵吵 攘攘分了半日 各自领了不同的任务 只留下 四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这才气呼呼的 离开了何德殿 扶苍沿着积雪小道 往前走 走了几步 到底忍不住回头看一眼 悬疑像条尾巴一样 不紧不慢的跟在后面 他往东 他也往东 他往西 他也往西 扶苍有些无奈 方才还在一起的古亭 止息他们 早就避远了 他只得停下脚步 回头道 这是在做什么 悬疑挥了挥手中的白纸 做功课啊 扶苍弹道 黑水玄蛇弹 和青鸟鱼尾 我有 方才不是说过了吗 那是你有 又不是我有 扶苍遇了一口气 和他说话 怎么就这么累呢 他凑上前蹲下来 低声道 你推脚不变 老是会中山 不用担心功课的事 悬疑低头 抠腾以上的雕花 先生半年后 再开始说课呢 扶苍说不出话来 他是因为小龙军走了 心情转换不过来 所以转而连上他 还是因为 扶苍起身 继续往前走 语气很坚决 回中山 悬疑默不作声 继续坐尾巴跟在后面 扶苍忽然觉得自己 可以体会奇难的感觉了 他猛然杀住脚步 扭头冷冷盯着他 悬疑飘过去 抓着他的袖子 轻轻摇了摇 这素来虎脚蛮缠 毫无道理的龙公主 一旦收集爪 露出温柔的一面 他竟然毫无办法 不许拖后腿 扶苍抓住藤一扶手 头也不回拉着他 大步往明信殿外走去 继续